iPad到底是不是生产力工具 其实是一个不用刻意去探讨的问题 关键是分人分场景 如果你刚好有一款配置不错的iPad 在这五种情况下 它的好用之处无法被忽视 第一种 外出旅行时比起笔记本 新变的iPad会是更加合适的选择 沟通 打字 绘画 标记 签名 在没有其他大型常用设备的比较下 它的优势才会大大凸显 而且它拥有让你无法忽视的续航能力 第二种 学习 一本书 一个只是笔记本 一只笔 构成了传统学习者最基础的阅读和学习场景 而iPad搭配Apple Pencil 很好地把这一场景电子化 把PDF的书 装进免费的OneNote或者付费的Notability GoodNotes当中 你可以一边阅读 一边随意勾画 书写 在旁边做笔记 写清德 对于学生党和中心学习者来说 这不仅拥有和纸质文本一样的体验 还能带给你更多的高效功能 比如 拍照 搜索 解题 等等 第三种 得益于Apple Pencil的压力传感器 你可以在不同力度下 绘制出不同效果的线条 用于绘画和涂色 这样iPad成为众多艺术家的生产力工具 当然 你不必是艺术家 只要你想学习绘画 只要你拥有这两样东西 就再也没有借口说 没有纸和笔了 况且 没有人规定说 不会画画就不能用自己的方式 去做视觉性的笔记 第四种 同样是触屏带来的改变 你可以在iPad上学习使用至少一门乐器 又或者学习如何编曲 甚至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带来临时的音乐节拍 或者伴奏 相对而言 手机太小 而在非触屏设备上 往往不能那么自由随意 由此可见 如果我们说 iPad拥有独立的PC和笔记本之外的生产力 一定得益于它的便携性 高性能 可触控 另外 还有这支可以感应压力的笔 但当我们真心觉得它有生产力 要么是因为 它把传统的场景电子化了的同时 带来了可以媲美传统场景的体验 要么是因为 它带给了传统使用当中 从未有过的体验 而像视频剪辑这种工作 由于我们长期习惯于 鼠标配合键盘快捷键的流畅操作 以及大屏幕对于工程内容 事无巨细的呈现 当我们突然被放到一块小屏幕当中 重新习惯一套看起来比键盘操作慢N倍 空间比原本少80%的触控软件时 大多情况下是绝望的 更何况 其实哪怕当我们使用iPad触屏打字 都会觉得 比起键盘 好像少了那么一种流畅感和反馈感 不过 随着应用开发者对触屏空间的丰富和优化 随着我们对屏幕的交过方式越来越多样 未来的某一天 即便iPad成就不了你要的生产力 苹果也会像微软发布Surface Studio一样 给你一个iPad Studio或者TNT 重新定义下一个十年的个人电脑 哦对了 iPad无法被忽视的五种情况第五种 买前生产力 买后优苦 B站 爱奇艺 超高性能玩游戏 关注TopBook微信公众号 回复苹果 查看更多关于苹果设备 或应用的高效使用奇桥 微信搜索TopBook 共享一千只高效技能视频